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編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美國不斷給烏克蘭武器 拜登21號下午在白宮 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另外來看到他們會晤了 還有呢 澤倫斯基則是在美國國會 發表了談話 呼籲你美國能夠提供更多的援助 但是美國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的接班人 也就是共和黨領袖麥卡錫 他則是表示說 不會開空白支票 共和黨的眾議員格林 他也說在社交媒體上 諷刺烏克蘭 好像是美國的第51個州 他還說呢 當然啦 影子總統必須要來國會一趟 要解釋為什麼他需要美國納稅人 花了數十億美元 花在美國的第51個州身上呢 等等來說 中國大陸軍事崛起了 有底氣擋住美國的壓力 中國航空工業官方公佈了 這一張宣傳照 待會你會好好看到這張照片 被說又是重磅消息了 這架呢是運20為基礎改裝的特種機 可能有三種用途嗎 第一個 它會不會就是空警3000 它的大型的空中預警機呢 或者是 它是運20戰場監視機嗎 專門是用來對標什麼呢 美軍的E8C戰場聯合監視機的 對標的裝備嗎 第三種可能 它會不會是中國大陸 核戰爭打擊當中的指揮機 也就是俗稱的末日戰機呢 等等一起來深度分析 中俄背靠背海上聯合 2022個聯合軍事演習呢 正式登場了 而說到中國大陸海軍的實力呢 就一定要提到說 美國是不斷 不斷怎麼樣 在南海啊 有一些挑試 但是不讓美國有挑試的機會 來看到呢 在南海的菲律賓北部呢 旅宋島附近 拍到了這張照片 等一下你會更清楚看到 疑似呢 就是中國大陸高空還有呢 長航程的平流層飛艇 它能夠讓美軍的隱身戰鬥機 譬如說F-35啦 F-35之外 F-22 這些都陷宗 堪稱是飛行高度 能達到三萬米的天野 還有呢 中澳的關係又翻了新的一頁了 澳洲外長黃英賢 21號呢 在北京 跟大陸國務委員間外長王毅 進行第六輪的外交跟戰略對話 這是澳洲外長自2019年以來 首度訪問中國大陸 雙邊同意啟動呢 六大領域的對話溝通 包括很敏感的經貿啦 防務啦地區 還有國際的問題 大陸的大熊貓 終於要回到祖國的懷抱了 美國田納西州的 來看到是孟菲斯動物園 當地時間21號宣布 要把中國大陸的大熊貓 鴨鴨啦 還有樂樂 歸還給北京 結束20年的租借期 還傳出來說 大陸網友認為啊 這兩隻的大熊貓是因為被美國折磨受到了動保團體壓力 才會讓他返回國嗎 對此呢 孟菲斯的動物園發言人表示 返回呢 這個決定 並非是因為有動保團體壓力 而是單純的因為租約到期 小金頭條 一起來關心的是呢 美國真的很怕老大地位不保了 住處要延緩大陸的發展嗎 但是最近有許多消息 都來看到美國事與願違了 包括來看到的是 摩根史丹利 他有分析說 明年大陸經濟增長呢 會結束兩年的放緩 增速可以達到美國的十倍這麼多 另外大陸製造業 製造能力很強 軍事更是如此的 解放軍已經成為呢 世界上武器的裝備 更新換代速度最快的軍隊 這樣的中國速度呢 美國當然是難以呢 來看到跟上他的一個步伐的 而根據呢 美軍的官方統計的數據顯示 解放軍的武器的更新速度 已經來到美國的六倍了 所以您覺得呢 拜登政府加大力道圍堵大陸 真的有辦法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嗎 還是呢 竹籃打水一場空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一起來聚焦 最近來看到的是 中國航空工業 官方發布的這個重磅宣傳照 長這個樣子 來我們近一點看 這一張照片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了 看看這一張導播Tag的這個照片 很關注 因為呢 這樣官方照片宣傳照 背景就是一架用運20為基礎 給裝來的特種機 它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機身的頂部啦 還有包括它的下方這個地方 都安裝了白色的整流照 這樣看起來呢 這是距運由20的大型空中加油機之後 又出現了新的一款以運20戰略運輸機為基礎 改裝而來的特種機 而這一款特種機是什麼用途呢 來看看有這三個用途嗎 第一個 第一種可能會不會是空井3000的大型預警機呢 真的是有可能是空井3000嗎 或者是說它是運20的戰場監視機嗎 戰場監視機嗎 它專門是用來對標美軍的E8C 戰場聯合監視機的對標的裝備嗎 雖然它名字叫戰場監視機 但同時呢 也擁有很強大的戰場的指揮能力 好 第三種可能會不會是這個啊 也就是呢 大陸的核戰指揮機 也就是末日戰機了 您覺得哪一種用途最有可能呢 也來一起聊聊了 接著我們來看看 一起來分析這三種的可能性用途 我們先來說 中國大陸核戰爭的指揮機嗎 好來不久前 大家都知道說呢 來看到 美國不是有發布有關於 中國大陸核力量的建設最新報告嗎 然後就說解放軍呢 其實有出面來回應 還首次用到了大陸核力量現代化的表述 叫做核力量現代化的表述 之後呢 社交媒體平台就傳出了 剛剛我們說的這張照片 旁邊的這張就出現了 也就是解放軍難道是新一代的核戰爭指揮機的照片嗎 陸美來看到 科羅廖夫他則是特別說 這也就凸顯了剛剛說的那一段話 大陸核力量現代化的這一句話的含金量 同時呢 對於已經很明確要打造強大戰略威者體系的大陸而言 這一款中國大陸末日飛機來的也很是時候 陸美說根據美俄的之前實際經驗 這一款的機背還有機腹部呢 都疑似加裝了通信這些設備的運二林 極有可能就是一款核戰爭指揮機 也就是外界常說的末日飛機了 由於很擔心在作戰的時候出席會遭到核打擊嘛 所以呢要達成指揮體系的徹底的癱瘓 所以呢像是美國跟俄羅斯這一方面呢 都專門研製了 專門的來看到核戰爭的指揮機 就是末日專機 那以便最高領導人跟軍方的高層呢 能夠在作戰的時候可以更加的方便的 在空中就能夠指揮來協調 確定呢辛苦建立起來三位議題的核打擊體系 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 目前我們來看看美國的部分 美國呢空軍它有四架戰時指揮的 來看到E-4B空中指揮機 平時這些飛機大多是停放在美軍的戰略司令部的所在地 也就是內部拉斯加的奧法特空軍基地 平常是放在這個地方的 那但是一般呢也會有一架的E-4B 始終會伴隨著美國總統的專機 也就是空軍一號了 進行部署啦跟行動 由於呢剛剛說的E-4B E-4B它可以搭載超過110人 飛機頂部 頂部這個地方我們看看這一塊 凸出來這一塊 天線罩裡面呢 其實安裝好這個這一塊 凸出來這一塊 它其實就是安裝了至少65條的衛星天線 它可以確保在飛行過程當中 對外通訊是非常暢通的 因此這種飛機呢 就被犧牲叫做空中的五角大夏 那除了呢空軍有負責的E-4B呢 美國海軍負責營運的也有另外一款 好看看叫這一個長這個樣子 叫做E-6B的水星通信中繼機 它也承擔著類似的任務 這款飛機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確保 美國遍布全球的戰略核潛艇 核潛艇喔 可以隨時隨地的接收到攻擊的指令 好那在之前的時候 北約啦 NATO還有俄羅斯 都有在歐洲舉行核軍演的時候 美國本土的剛剛說的這一個 也就是E-6B機的這個機隊 就頻繁的起降 引發了全球對於美俄核戰爭的擔憂 而作為呢 昔日美軍在核武領域的頭號競爭對手 俄羅斯當然也有自己的屬於的核戰指揮機 末日的飛機 譬如說來看看俄羅斯的部分 如果真的有核戰爭爆發的話呢 普丁他就會搭乘的是 由E-86科基他基礎上 引發而來的E-80核戰的指揮機 這款指揮機最明顯的外觀呢 也就是看看剛剛說的這個機頭上面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很發現 很明顯的一個包啊 這個包其實就是剛剛說的大型的整流罩 裡面呢同樣就是安裝了衛星通信的天線 再加上機身 來看到這一邊會比較清楚 機身的這邊 這邊也比較清楚 有一個一根的 來看到機身有個刀狀的天線 以及機翼的下方 還有專門掛載兩台發電機的吊艙 來這邊有沒有發電機的吊艙 這都非常的清楚 1280他同樣也能夠保證 在核戰爭爆發時期長期能夠在空中的飛行 並且呢進行聯絡各方部隊能夠展開反擊 也因此呢中國大陸剛剛說的這一款 再來看一次 新的運20機型上出現類似像是1280的整流罩 還有基附的下掛 有沒有可能就是呢 通信的天線等等呢 相關輔助的設備嗎 大陸之所以會選擇剛剛說的運20來進行改裝 運20長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用運20來進行改裝核戰爭指揮機呢 而沒有像美俄一樣 美俄選擇是客機喔 其實有多重的考慮 當然第一個是作為核戰爭中心的指揮中心 核戰指揮機最好選用是國產飛機 國產的飛機是很重要的 當然有防密的問題 好那中國大陸國產的民航客機 起步的確是晚一點 但是也是後起之秀啊 譬如說談到C919嘛 C919剛剛進入量產階段 技術上啊 遠遠還沒有運20成熟 其次呢 外界常說的末日飛機呢 它的核戰爭的指揮機 它需要在空中啊 進行長時間的飛行 所以呢以美國的這一款來看看 美國啊 這邊有 美國的E4B呢 E4B 它呢在空中加油之後的續航時間 就有多少 就有35個小時了 設計目標更是可以在空中飛行一周 而不需要降落超長的續航時間 再加上大量需要添加的通信指揮設備 這類的指揮機就必須有足夠的體型 不然的話這個安裝設備大量油艙啊 都會是一個大問題 好而縱觀中國大陸所有的國產飛機當中 體型最大啦 航程啊 巡航時間最長的 當然就是什麼 當然就是運20啦 它是最佳的選擇 好這一次的工航工業 如中航工業 如果真的由運20為基礎呢 來進行打造核戰爭的指揮機 這個領域開始探索的話 這也證明中國大的核力量的現代化 真的進入到新的一個階段 剛剛說的是第一種可能 另外呢 陸媒書件雜談也提到說 不少人認為會不會這款飛機就是傳聞已久的空井 3000呢 大型的空中的預警機呢 因為啊在之前網友製作的這一張呢 空中的大型預警機空井3000當中呢 在想像圖當中它機身上也有用在隱藏的相控正雷達還有天線的整流照 不過這一次出現的就是這一款呢 來看到運20特種機的模型上 並沒有在側身上面有出現大型雷達跟天線整流照 書件雜談就個人認為說 這個機型啊 這個機型如果說它是空井3000 它認為可能性比較小 它說呢 從機身的頂部 還有下方白色整流照的外型 和安裝位置上來看 它認為更有可能是這一個 另外一個 看看呢 它說有可能是什麼呢 是這一個 叫做戰場指揮的通信機 它說運20戰場監視機呢 它就是專門用來跟美軍的另外一款叫做E-8C 美軍叫做E-8C這個 美軍 這叫E-8C戰場聯合監視機來進行對標的裝備 雖然這個名字叫戰場監視機 但它同時也擁有非常強大的什麼呢 戰場指揮能力 在此之前呢 大陸也具備了戰役級的戰場指揮能力的特種機 主要是由什麼呢 主要是由高星家族當中的高星4號 也就是呢 運8T的戰場指揮通信機 那該機呢 主要就是用來呢 對戰場的級別提供戰場通信的提供支援 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執行指揮的任務 而除了呢 目前大陸常用的短坡通信啦 長坡通信之外 還會支持的是衛星的通信等等的 但是因為呢 這款研製時間比較早一點點 所以它沒有裝備合成的孔徑雷達 再加上呢 它平台本身有局限性 導致它發展的潛力是有限的 隨著大家都知道現在解放軍的現代化程度不斷提升 尤其就是呢 大量無人的作戰的裝備 還有呢 單兵的作戰體系啦 電磁作戰體系的雙裝備等等 都大大提升了解放軍對於戰爭的指揮能力的要求 而且呢 以裁軍的平台為例 比如說在台灣的作戰方面呢 光是解放軍自己就有呢 數十萬的登島的部隊啦 還有呢 上百艘的各式的戰艇啦 上千架的固定翼戰機等等等等的東西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中國大陸這個在發展方面呢 軍事上面真的很強 尤其大陸的崛起 美國也非常擔心啊 除了軍事發展很快速 高科技也是如此 美國才會極力來打壓嗎 來看到根據呢 美國國會公佈的一項呢 法案 說Titalk被禁止在大多數的美國政府設備來使用 說什麼呢 有國安的問題 對此呢 前立委雷線就說了 美國你好像是黑幫老大的黃昏耶 不斷地強迫別人抵制大陸 因為過去美國不需要動到這樣的手段 因為過去呢 美國的科技發展它在上游 它授權或不授權給你 它就可以決定你用什麼樣的技術去做什麼製造 你就要符合我們美國所設定的這些遊戲規則 所以科技的研發跟市場呢 是過去美國常常使用的手段 進入WTO之後呢 它就把這些手段呢變成泛全球化 包括你的IPR智慧財產權 就變成全球要去一力去遵行的這些規則 好 那現在這些地方 美國都不再具有非常強大的主控力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一個黑幫老大 在它黃昏的時候用它剩下的拳頭呢 去強迫別人 因為我們剛剛光講這個ESMO 原來這個埃斯摩爾 它在整個的芯片的製程中間 有過一次是標準跟製程的對抗 就是日本 包括了這個叫Nikon跟Canon 他們所做的這種科試法 跟ESMO跟台積電做的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選擇 而美國選擇了ESMO跟台積電 先進的製程你不讓我賣 先進的光刻機 那可是那個先進的光刻機 在EUV的時候 本來就是只有Samsung TSMC跟Intel 這三個大客戶 那後面成熟的這個部分呢 本來它可以有非常龐大的中國市場 所以他們說他們本來要預備 要去把它的產能加到了600台 那這種事去供應中國大陸市場 你現在不讓我賣的時候 你用什麼理由 要求一個美國的政府 要求一個荷蘭的公司不准賣 當然就是它用一個第三方的 一個長幣的規則 就是你不能夠有美國科技的東西 再去賣給中國 那你這樣擴大你的影響圈的時候 難道不是黑幫老大的黃昏嗎 它立刻喪失了今天的銷售額 第二它逼著其他的競爭對手要起來 譬如中國大陸的自主研發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 會吃掉它原來可以主導的市場 美國曾經非常大量的享受了 中國市場的成長 包括最早的微軟蘋果 不但是沒有今天的營收 不會有明天的市場 更會喪失你後天的競爭優勢 這是美國企業最擔心的 所以難怪新的國會 一定會跟商務部好好商量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美國 真的很擔心中國大陸 尤其剛剛的預警機 如果真的出來的話 那美國的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都會被發現 那中國大陸來看到的大熊貓 終於要回到祖國的回報了 路透社有報導說 美國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動物園 其實在當地時間21號宣布 要把大陸的熊貓鴨鴨 還有樂樂歸還給北京 結束20年的租借期 不過現在卻傳出來說 大陸網友認為 兩隻大熊貓是因為被美國折磨 受到了動保團體壓力 美國才會讓兩隻的大熊貓反國嗎 對此孟菲斯動物園的發言人表示 送回大熊貓的決定 並非跟動保團體的壓力有關 而只是單純因為租約到期 但真的是如此嗎 民眾拍攝畫面中你可以看到 說兩隻大熊貓看起來精神真的萎靡 居住的狀況也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美國有解釋 兩隻小貓瘦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年紀大了 美國以前是聯俄至中 但現在是把中俄打成超級被靠背了 拜登政府就被說超級短視盡力嗎 所以您覺得美國讓中俄更緊密 是不是替自己製造了一個大麻煩 堪稱是拜登的外交大敗筆嗎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說到中美誰才有大國該有的樣子呢 我們來看看您是支持美國的方案 還是中國立場呢 一起來互動一下 說到了針對於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美國現在是怎麼樣 不斷的給烏克蘭武器 叫烏克蘭繼續跟俄羅斯火拼 尤其來看到美國總統拜登 21號下午 不是在白宮跟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嗎 然後進行了大約兩小時的雙邊會談 拜登說美國跟NATO 還有歐盟對於烏克蘭立場 還是團結一致的 對於這份堅定的支持 他信心十足 真的嗎 歐洲很多國家不想要這樣 戰爭不斷的演效下去 法國 德國都是如此的 好不管怎麼樣 拜登說他信心十足 他說美國會持續致力於捍衛 勇敢的烏克蘭人 在面對俄羅斯侵略時 能夠捍衛自己的國家 無需 無論你需要多久 但是真的是如此嗎 另外再來看到澤倫斯基 他在美國的國會 他發表講話的時候 感謝美國的援助 而且呼籲說提供更多的援助給我們 但是他被打臉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接班人 也就是眾議院共和黨領袖 麥卡錫 他怎麼說 他說我可是不會開空白支票的 麥卡錫說 我認為啊 哎呀 澤倫斯基說的是一場非常精彩的演講 他列舉了好多自由世界 要繼續這一場鬥爭的理由 但是我的立場從未改變 我的確是支持烏克蘭 但我從不支持開空白的支票 我們希望確保花的每一分錢 每一筆錢都是花的值得 針對呢 澤倫斯基到美國國會發表講話 另外一位 共和黨的眾議員 格林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痛斥 這個舉動就是荒唐的 並且再次諷刺的說 烏克蘭好像是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 他說呢 當然囉 這個影子總統必須要來國會一趟 要解釋他為什麼需要美國納稅人 花了數十億的金錢 花在了美國第五十個州的身上 也就是烏克蘭身上 他說這是荒唐的美國優先 那拜登是不斷給烏克蘭 軍援跟經濟的援助 但是戰爭就是僵持不下 受苦的就是烏克蘭的廣大老百姓 相反的來看到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他其實21號在釣魚台國賓館 會見了應共產黨邀請返華的 俄國統一俄羅斯主席 也就是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 梅德韋傑夫 會中呢 習主席也對烏克蘭問題來進行表態 他說中國大陸一貫就是按照事實的 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來決定自己的立場跟政策 堅持客觀公正的立場 要積極勸和促談 希望呢 有關各方能夠保持理性克制 開展全面的對話 透過呢 政治的方式解決 安全領域的共同關切 好 梅德韋傑夫他則說 這個釋出有因啦 很複雜 但是強調俄羅斯願意呢 透過和談解決 面臨的問題 好 烏克蘭總統 為了我 在美國議會 跟你們 跟你們 和全美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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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知 一張 倩文 給烏克蘭 并希望确保每一笔钱都花得值得 另外乔治亚州议员马乔利 也在推特上大力批评 马乔利指称 影子总统拜登必须到国会解释 为什么需要美国纳税人 花数十亿在第五十一个州 也就是乌克兰身上 并强调美国优先 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国会议员 都支持这项决定 至于拜登则表明 终止战争与否应交由 则伦斯基决定 但绝对力挺到底 而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泽伦斯基抵达前夕指控 西方洗脑前苏联国家 而且就是先从乌克兰下手 另外普丁也承诺俄军的军事经费 没有上线 俄罗斯国防部更在同日宣布将扩军一百五十万 并在不久的将来部署撒旦二号 也就是萨尔玛特级音速飞弹 来提高俄军的战斗能力 你好 你好 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十一号在北京接见普丁好友 俄国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维杰夫 强调希望俄乌两国积极弹劾 战争早日结束 不希望欧洲卷入战火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同样希望俄乌弹劾 因为在领东沿含袭击下 欧洲各国真的快撑不住 记者李丁报道 好的确我们说到了中俄背靠背 二十一号下午四点的时候 来看到中俄的海上联合 二零二联合军事演习 开幕了 来看到在东海的某个海域举行 那中俄双方分别在济南舰 以及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上 举行了简短的开幕的仪式 而且双方执行的导演 透过了通信系统分别致辞 中国大陆执行导演来看王宇他说 这就表示中俄互为最大的邻国 在两国元首亲自的引领之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持续深化 而且中俄两军 特别是在两国的海军友好合作 成果丰硕 今年恰逢是中俄举行 海上联合系列演习的十周年 十年来两国海军 不断的深化演习的内容 还有扩展 演习的区域 以及规范组织的模式 双边都是高度的互信 而且密切协同 稳步提升了 联合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 共同展示了 来看到 维护世界和平 跟地区稳定的坚定的决心 好他就说了 这一次演习 中国大陆会继续秉持的是 历次海上联合演习的合作精神 进一步突出专业化 规范化 实战化 而且推动两国海军务实 合作水平跟联合行动能力 攀上新的高度 此次中欧连演 我们双方舰艇将开展联合风控 联合防空 联合救援等兵力行动 还将在相关海域组织 实施多型主战武器 目前任务方案计划齐全 各项准备要基本救赛 中俄两国作为最大的邻国 在两国元首亲自引领下 两国关系持续深化 两军交流持续深入 两国海军友好合作成果丰盛 好针对中俄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 美国更是高度的关注 我们一起来看看 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智库 官方的账号公布了这张照片 他说是2月21号 美军有三架的P-8A反潜巡逻机 一架的E-3G的预警机 还有一架的RCE-135V的侦察机 分别从加首纳基地 还有克拉克基地起飞 到了台海跟南海 进行频繁的侦察活动 这也是美军的军机来看到P-8A 今年第四次到了台海相关的海域活动 美国来监视中俄的军演 环石社评则是表示说 中俄联合的军事演习来看到 他说这是一个理直气壮 正大光明的 文章有提到 中俄海军从21到27号到周山 还有台州以东的海域 举行了海上联合2022的军事演习 这是根据中俄两军 年度的军事合作的规划 做出了正常的安排 但因为现在是怎么样呢 现在因为有一些俄乌冲突 这个背景之下 以及这一次的军演的区域 来看到这张图 看这边靠近台湾非常的近 是靠近台湾10年来最近的一次 这次联合军演遭受到的驱减和误解 也明显多于往年 美国西方的舆论 环石说充满了警觉的眼光 紧盯着中俄的军事合作 美国的驻北约大使 来看看他还特别说 中俄正在共享一个工具包来瓦解北约 它的语气好像就是中俄在做一件错事一样 大陆外交部就说停止 将北约作为维护霸权跟捞乱世界的工具 其实从2012年开始 中俄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 已经进行了10年了 成为常态化的合作机制 这首先是中俄的正当的权利 环石说根本用不着跟任何人报备 其次中俄加强包括军事领域的战略协作 对双方都是有利无弊的 这次参加军演的 都是中俄海军的现役主战的舰艇 还有相关的这些装备等等 而且这些演习的科目 比如说是反潜防空 这些都是有涉及比较敏感的数据 体现出中俄之间有很高的战略的互信 还有透明度 而且随着演习 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跟增强 作为相邻的两国的 也就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间 中俄之间的建设性的军事互动 环石说对于维护地区和平 还有稳定都有积极一点的作用 并没有因为俄乌冲突爆发而改变 大陆在俄乌的冲突上明确的立场 也不会因为中俄军事的互动而改变 美国一抄独霸的当今世界 中俄就是战略平衡的力量 两国要加强战略的协作 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还有反制霸权的主义 单边主义还有强权的政治 但是环石也强调说 中俄是怎么样呢 中俄是结伴不结盟 在性质上不同于 北约这些军事政治的集团 以及美英、欧克斯这些安全同盟 中俄联合军业就是在增加双边安全互信的前提下 所针对的 而且没有要针对第三方 中俄维持的是开放透明稳定的双边关系 而且对地区而言绝非是威胁 中俄友好就是世界和平跟发展重要的部分 那从中俄的合作 美西方独到的不再是威胁 而应该是正确的相处之道 也就是要用平等对待 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新型大国的关系 另外来看到说 他说这次每次有军演 都是有一定的威胁作用 真正对中俄联合军演感到担忧或害怕的 那么就是几个出于做贼心虚的心理 比如说这次演习距离台湾真的非常的近 包括了联合封控这些相关的科目 环石就说了 台独分子你愿意对号入座的话 当然也没问题 大陆也没有想让他们睡好觉 但说到底他们睡不好的根源 就是他们台独的倾向 如果不搞台独的话 对大陆联合军演 则是不会感到如芒刺在背吧 而美国西方这些坐立难安 也反映了他们做贼心虚 毫无疑问 中俄联合军演自然会提高 两国自身的海上作战能力 还有联合的行动的能力 大陆联合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